在行走中观想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上次说到 孙并给田济出了唯未救赵之策 但是田济对这个计策 却是将信将疑的 当时齐国的主力部队叫五都之兵 顾名思义啊 就是从五个大都城蒸发来的士兵 这五都之兵都有五个都的都大夫领着 这一回都来了 孙并就问田济 朱将 五个都大夫 哪个最不懂事 最笨哪 田济捋了捋胡子说 要说最笨 那肯定就是齐城和高唐这两个地方的大夫了 于是孙并献祭 要求派出齐城大夫 高城大夫 这两位愚笨无能的大夫 一路招摇着去打平陵这个硬骨头 一路上大张旗鼓的行军 很快就被魏国境内的魏军发现了 于是接连派出两路卫军从背后包抄齐国军队 而齐城高唐这两位都大夫 确实是笨得可以 率领手下军队去攻打平陵的时候 还故意采取了叫乙富的这种愚笨的战术 乙富的乙是蚂蚁的乙 富是富家的富 乙富战术是什么意思呢 最早这是来自于孙子谋公当中的一句话 原文是将不胜其分而以赴之 比喻在打仗的时候 军士们攀登城墙 就像蚂蚁一样贴在墙上 一波一波的向上爬 可以想象 魏军已经有了准备 还采取这一种愚笨的攻城方法 那不就等于给人家送菜去吗 所以死了很多士兵也攻不上去 而这个时候后面包抄而来的两路卫军也到了 结果攻城的齐城和高唐的部队大败而归 这两个倒霉的大夫也在激战当中战死了 这一仗下来显得齐军不堪一击 在邯郸前线的旁娟听到这个消息 哈哈大笑 认为齐国佬个个都是甚虚无能 不值一提 再接下来 孙并又出一计 再派出战车部队 向西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 这么做 同样是为了扯老虎的尾巴 使旁娟震怒 震怒于这一帮不堪一击的齐国军队 居然敢来抄我的脑哦 这还没完呢 孙并还特意命令 在这些战车后面 只跟进了一些稀稀拉拉的徒步的军队 而且数量不多 给魏国人造成齐军兵力不济的错觉 进一步使魏国人 特别是使旁娟轻敌了 旁娟怒而轻敌 未来回旧大梁的时候 必然求胜心切 到时候就会急行军 而急行军这种快速的行动 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针对一个实力和自己差不多的对手 很容易被对方一下就绊倒了 总之 且怒且轻敌 这种不冷静的情绪下 只能等着倒霉 由此看来 所谓的唯卫救赵的说法 其实并不十分准确 孙并的一系列的活动 以及在之前齐国朝堂上断干伦的建议 都并不是为了使旁娟大军脱离邯郸 给邯郸解围 而是在做事先的铺垫准备工作 等旁娟占领邯郸疲惫已急的时候 再借助这些准备活动的铺垫 一举将旁娟击败 为齐国谋得好处 齐国人守株待兔的想法 和楚国人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条计谋 从一开始 就是阴谋和陷阱 不管别人信不信 反正旁娟是信了 什么叫幸福啊 幸福那就是猫吃鱼狗吃肉 朋友经常来问候 但对于旁娟而言 幸福啊 就是天上掉馅饼 地上长陷阱 四面埋伏要你命 这种幸福啊 旁娟很快就会享受到了 这个时候的旁娟 正在玩命地攻打邯郸 就像突击完成一个 两年都没完成的作业 在背后蠢蠢欲动的 多国骚扰部队的围观下 旁娟心无旁骛 并不介意地在邯郸城下 一直打到了秋庭 终于不负众望 占领了这一座 被打得只剩下 残还败把的城市 然后草草地接受了 赵国人的投降 之前也为您说过了 这个时候 赵国的国君早已经转移了 所以他接受的赵人的投降 也只不过是一些 低层官员的投降 不过这个时候 旁娟已经不介意了 因为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他需要做的就是急忙回军 以救魏国都城大梁之危 不过在这里说急忙也不准确 急忙确实是他回军很快 但是这个时候 他并不害怕大梁会出什么闪失 他只是愤怒于齐国人 居然敢来偷袭我们 同时又高度轻视 齐国佬的作战记忆和兵员的数量 所以这一趟他返回大梁的时候 行军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他所担心的 是这些齐国佬 在自己赶到之前就跑了 他试图一举把这些可恶 而又无能的捣乱分子 彻底打入地下 击成粉碎 这一次再也不能放过 这个甚虚的色鬼了 其实攻击大梁 只是齐军的一部分清兵 目的只是引诱旁军 在愤怒和轻敌的状态下 兴夜回师 齐军真正的主力 都埋伏在大梁以北 一百里的桂陵 用现在的地理名字来说 就是埋伏在开封以北 五十公里的河南长桓 这个地方 在这里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伏击卫军 仗打到这个份上 与其说是唯卫救赵 不如说是落井下石了 傲视群雄的庞涓 和他率领的 不可一世的魏武族 即将遭到灭顶的灾难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 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 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石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篇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请记录二继续 请记录一下